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性到了更年期 体重会增加吗? 我们知道 大多数人都是年龄越大 体重越重 但问题是 体重的这种增加和更年期有关吗? 事实上 研究表明 更年期本身伴有总体脂肪和腹部脂肪的增加 这种情况在更年期之前的几年就已经开始了 然后在绝晶一到两年后保持稳定 女性体重为什么会在更年期增加? 性激素对脂肪分布有什么影响呢? 这背后可能有几种激励 更年期伴随着能量消耗和脂肪氧化的减少 这种减少可能导致体重增加 而这可能与正常黄体期黄体酮增加不足相关 而黄体酮增加会提高能量消耗 另一种解释可能是由于身体活动减少 导致肌肉量减少 此外 由于性激素影响的变化 会造成脂肪分布发生变化 众所周知 此激素促进了女性脂肪的分布 也就是腰部以下的脂肪堆积 我们称之为离形身材 而与此相反 此激素缺乏与腹部脂肪堆积有关 即苹果性身材 同样 雄激素过多 会促进腹部脂肪堆积 女性怎么会出现更年期体重增加和腹部脂肪堆积的问题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证据表明 生活方式 饮食和体育锻炼可以防止更年期体重增加 我们知道运动本身会导致腹部脂肪的剂量依赖性降低 此外 运动还可以防止年龄依赖性的肌肉量减少情况 因此 我们确实会建议 所有女性都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经常进行身体锻炼 女性会不会因为更年期激素治疗而体重增加 这是一个临床上很常见的问题 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地说 不会 因为大量研究表明 更年期激素治疗不会导致体重增加 恰恰相反 更年期激素治疗似乎抵消了视觉上的脂肪堆积 感谢大家收听 今天 昨天,艾耶利克·林德·赫斯伯格博士讨论了更年期对体重和体重构成的影响,以及更年期激素治疗在这方面的影响。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希望节目对您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实践具有价值。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